盧家福音 第一章 盧家治罪 提阿菲羅大人, 有好些人提筆作書, 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 是照傳道的人, 從起初親眼看見, 又傳給我們的。 這些事,我既從起初都詳細考察了, 就定義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使你知道所學之道, 都是確實的。 當猶太王希律的時候, 亞比亞班女有一個祭司, 名叫薩加利亞, 她妻子是亞倫的後人, 名叫以利沙伯, 她們異人, 在上帝面前都是異人, 遵行主的一切戒命, 例如, 沒有可指責的, 只是沒有孩子, 因為以利沙伯不生育, 兩個人又年紀老賣了。 預言施洗約寒的生。 薩加利亞按班次, 在上帝面前供祭師的職份, 照祭師的規矩祭簽, 得盡主殿燒香。 燒香的時候, 眾百姓在外面討告,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壇的右邊, 向她顯然。 薩加利亞看見, 就驚方害怕。 天使對她說, 薩加利亞, 不要害怕。 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 你的妻子以利沙伯, 要給你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她起名叫若漢。 你必歡喜快樂。 有許多人因她出世, 也必喜樂。 她在主面前將要為大。 淡酒,農酒都不喝。 從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滿了。 她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 歸於主他們的上帝。 她必有以利亞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 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 叫撥翼的人轉從二人的智慧, 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 撒加利亞對天使說, 我憑著什麼可知道這事呢? 我已經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紀老了。 天使回答說, 我是站在上帝面前的家伯烈, 逢差而來, 對你說話, 將這好信息報給你。 到了時候, 這話必然應驗。 只因你不信, 你必雅巴不能說話, 直到這事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亞, 差異他許久在殿裡, 及至他出來, 不能和他們說話。 他們就知道他在殿裡見了異像。 因為他直向他們打首飾, 警成了雅巴。 他公職的日子已滿, 便回家去了。 這四日子以後, 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懷了人, 便隱藏了五個月。 說, 主在眷顧我的日子, 這樣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間的羞恥除掉。 加伯烈預言耶穌的生。 到了第六個月, 天使加伯烈奉上帝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個同女那女, 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 名叫約瑟。 同女的名字叫瑪利亞。 天使進去對他說, 蒙大恩的女子, 我問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瑪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 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 天使對他說, 瑪利亞, 不要怕, 你在上帝面前已經蒙恩了。 你要懷孕生子, 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他要為大, 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主上帝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遠。 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瑪利亞對天使說, 我沒有出嫁, 怎麼有這事呢? 天使回答說, 聖靈要臨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備你。 因此, 所有生的聖者, 必稱為上帝的兒子。 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 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 就是那數來稱為不生育的。 現在有人六個月了。 因為出於上帝的話, 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瑪利亞說, 我是主的侍女, 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離開他去了。 瑪利亞往漢以利沙伯。 那時候, 瑪利亞起身, 急忙往山地裡去。 來到猶大的一座城, 盡了薩加利亞的家, 問以利沙伯安。 以利沙伯一聽瑪利亞問安。 所懷的胎, 就在腹裡跳動。 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高聲喊著說, 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懷的胎, 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借女來。 這事從哪女得的呢? 因為你問安的聲音, 一入我耳, 我福女的胎, 就歡喜跳動。 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 都要應驗。 瑪利亞專主為大。 瑪利亞說, 我心尊主為大。 我靈以上帝我的舊主為樂。 因為她顧念她侍女的卑微。 從今以後, 萬代要清我有福。 那有權能的, 為我成就了大事。 她的名為聖。 她憐敏敬為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磅秘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 正心裡妄想, 就被她趕散了。 她叫有權兵的失衛。 叫悲賤的升高。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 叫附足的兇手回去。 她扶助了她的博人以色列。 為要紀念阿伯拉罕和她的後裔。 詩連文直到永遠。 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馬利亞和以利沙伯同住, 約有三個月, 就回家去了。 及施洗約寒起名。 以利沙伯的產期到了, 就生了一個兒子。 倫理親族, 聽見主向她大師連文, 就和她一同歡樂。 到了第八日, 她們來要給孩子行國禮, 並要照她父親的名字。 叫她薩加利亞。 她母親說,不可。 要叫她約翰。 她們說, 你親族中沒有叫謝名字的。 她們就向她父親打手勢。 問她要叫謝孩子什麼名字。 她要了一塊寫字的板, 就寫上說。 她的名字是約翰。 她們便都稀奇。 薩加利亞的口, 立時開了。 舌頭也輸展了。 就說出話來, 稱眾上帝。 周圍居住的人都懼怕。 這一切的事, 就傳遍了猶太的山地。 凡聽見的人, 都將這事放在心裡。 說, 這個孩子, 將來怎麼樣呢? 因為有主與她同在。 預言救恩, 臨到以色列人。 她父親薩加利亞, 被聖靈充滿了。 就預言說, 主以色列的上帝, 是應當清重的。 因她眷顧她的百姓, 為她們施行救贖。 在她博人大衛家中, 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國。 正如主席著從創世以來, 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 請救我們脫離籌敵, 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 向我們列祖詩連吻。 紀念她的聖約, 就是她對我們祖宗阿伯拉罕所起的誓。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就可以終身在她面前, 坦然無懼的, 用聖結、公義, 侍奉她。 孩子呀, 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 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預備她的道路, 叫她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們上帝憐憫的心腸, 叫清神的日光, 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淫淚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那孩子漸漸長大, 心靈強健, 住在曠野, 直到她顯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第二章, 耶穌降生。 當那些日子, 該薩亞古士督有旨以下來, 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賊, 這是居里紐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 頭一次行報名上賊的時, 眾人各歸各城, 報名上賊。 若是也從加利利的拿薩勒城上猶太去, 到了大衛的城, 名叫百利行。 因她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她所聘之妻, 馬利亞, 一同報名上賊。 那時, 馬利亞的新人已經重了, 他們在雅裏的時侯, 馬利亞的產期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兒子, 用布包起來, 放在馬曹裏, 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 天使報喜信給牧羊的人。 在百利行之野地裡, 有牧羊的人, 夜間按著庚刺, 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皺心懼怕, 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成女,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布, 我在馬曹裏, 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 有一大隊天兵, 和那天使讚美上帝說, 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於上帝, 在地上平安, 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說, 我們往百里行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他們急忙去了, 就尋見馬里亞和約室, 又有哪嬰孩我在馬曹裏, 既然看見, 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凡聽見的, 就差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馬里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裡, 反覆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聽見, 所看見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 就歸榮耀與上帝, 讚美他。 滿了八天, 就給孩子行割禮, 與他起名叫耶穌。 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 天使所起的名。 獻頭生子與主。 按摩西律法, 滿了潔淨的日子, 他們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 要把他獻與主。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記, 犯頭生的男子, 必稱聖歸主。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說, 或用一對斑溝, 或用兩隻初甲獻制。 西面見嬰孩, 願安然去世。 在耶路撒冷, 有一個人名叫西面, 這人又公義又虔誠。 素上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 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他得了聖靈的啟示, 知道自己未死以前, 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聖靈的感動, 進入聖殿。 正如見耶穌的父母, 抱著孩子進來, 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 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 稱頌上帝說,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 釋放牧人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是照亮外幫人的光, 又是你聞以色列的榮耀。 叫孩子的父母, 因這論耶穌的話就稀奇, 西面給他們祝福, 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 這孩子被立, 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 許多人興起, 又要作偽旁的話兵, 叫許多人心裡的意念顯露出來。 你自己的心, 也要被刀刺透。 女仙之, 阿娜, 稱謝上帝。 又有女仙之名叫阿娜, 是阿徹之派, 發耐力的女兒。 年紀已經老賣, 從作同女出嫁的時候, 同丈夫住了七年, 就寡居了。 現在, 已經八十四歲, 並不離開聖殿。 禁食祈求, 就夜事奉上帝。 正當那時, 他盡前來稱謝上帝, 將孩子的事, 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屬的人講說。 約失和馬利亞, 照主的律法, 辦完了一切的事, 就回加利利, 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孩子漸漸長大, 強健起來, 充滿智慧。 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 孩童耶穌在聖殿聽道。 每年到如月節, 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 他們按著節旗的規矩上去。 守滿了節旗, 他們回去, 孩童耶穌營救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並不知道。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親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 既找不著,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過了三天, 就遇見他在殿裡, 坐在教師中間。 一面聽, 一面問。 信從父母。 凡聽見他的, 都稀奇他的聰明。 和他的應對, 他父母看見就很稀奇。 他母親對他說, 我疑, 為什麽向我們這樣行呢? 漢啊, 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你。 耶穌說, 為什麽找我呢? 豈不知, 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 他所說的這話, 他們不明白。 他就和他們下去, 回到拿撒勒, 並且信從他們。 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裡。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 並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 都一起增長。 第三章, 施洗若漢, 在曠野傳道。 該撒提彼留, 在位第十五年。 本雕比拉多作猶太巡虎, 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他兄弟肥力, 作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 雷薩獵作亞比利利尼分封的王。 阿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 那時, 薩加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裡。 上帝的話臨到他, 他就來到約旦河一大地方。 宣講悔改的洗禮, 使罪得赦。 正如先知以塞亞書上所記的話。 雪。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雪。 預備主的道, 收席他的路。 一切山花都要填滿。 大小山崗都要削平。 環環環環的地方, 要改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 要改為平坦。 凡有血氣的, 都要見上帝的救恩。 若看對那出來, 要受他洗的眾人說。 毒蛇的種類, 誰只是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與悔改的心相情。 不要自己心裡說, 有阿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我告訴你們, 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 給阿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現在, 父子已經放在樹根上,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 就撼下來雕在火裡。 眾人問他說, 這樣, 我們當作什麼呢? 約翰回答說, 有兩件衣償的, 就分給那沒有的。 有食物的, 也當這樣行。 又有歲利來要受洗。 問他說, 夫子, 我們當作什麼呢? 約翰說, 除了麗定的數目, 不要多取。 又有兵丁問他說, 我們當作什麼呢? 約翰說, 不要以強暴代人, 也不要惡詐人。 自己有錢糧, 就當知足。 必有聖靈與火的洗。 百姓只望基督來的時候, 人都心裡猜疑。 或者, 約翰是基督。 約翰說,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 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他手裡拿著波機, 要揚證他的牆。 把脈子收在倉裡, 把腔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約翰紮備欺律, 被囚。 約翰又用許多別的話勸百姓, 向他們傳福音。 指示, 分封的王欺律, 因他兄弟之妻欺羅底的緣故, 並因他所行的一切惡事。 受了約翰的宅備, 又另外添了一件, 就是把約翰收在監裏。 耶穌受洗。 眾百姓都受了洗。 耶穌也受了洗。 在正討告的時候, 天就開了, 聖靈降臨在他身上, 形狀仿佛監子。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 說, 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悦你。 耶穌的家譜。 耶穌開頭傳道, 年紀約有三十歲。 依人看來, 他是約翰的兒子。 約翰是希里的兒子。 希里是瑪塔的兒子。 瑪塔是利美的兒子。 利美是墨基的兒子。 墨基是雅拿的兒子。 雅拿是約翰的兒子。 約翰是瑪塔提亞的兒子。 瑪塔提亞是阿摩斯的兒子。 阿摩斯是拿紅的兒子。 拿紅是以斯利的兒子。 以斯利是拿該的兒子。 拿該是瑪塔提亞的兒子。 拿該是瑪塔提亞的兒子。 瑪塔提亞是西美的兒子。 西美是約翰的兒子。 約翰是尤大的兒子。 尤大是約阿娜的兒子。 約阿娜是利撒的兒子。 利撒是所羅巴伯的兒子。 所羅巴伯是薩拉鐵的兒子。 薩拉鐵是尼利的兒子。 尼利是墨基的兒子。 墨基是阿底的兒子。 阿底是戈桑的兒子。 戈桑是以摩當的兒子。 以摩當是以的兒子。 以是約翰的兒子。 約翰是以利以謝的兒子。 以利以謝是約令的兒子。 約令是瑪塔的兒子。 瑪塔是利美的兒子。 利美是西面的兒子。 西面是尤大的兒子。 尤大是約瑟的兒子。 約瑟是約南的兒子。 約南是以利亞境的兒子。 以利亞境是米利亞的兒子。 米利亞是瑪南的兒子。 瑪南是瑪達他的兒子。 瑪達他是拿丹的兒子。 拿丹是大衛的兒子。 大衛是耶西的兒子。 耶西是俄比德的兒子。 我比德是波亞斯的兒子。 波亞斯是薩門的兒子。 薩門是拿順的兒子。 拿順是阿米拿達的兒子。 阿米拿達是阿蘭的兒子。 阿蘭是希斯倫的兒子。 希斯倫是法律師的兒子。 法律師是猶大的兒子。 猶大是雅各的兒子。 雅各是以撒的兒子。 以撒是阿伯拉罕的兒子。 阿伯拉罕是他拉的兒子。 他拉是拿學的兒子。 拿學是西陸的兒子。 西陸是拉伍的兒子。 拉伍是法勒的兒子。 法勒是希伯的兒子。 希伯是沙拉的兒子。 沙拉是蓋南的兒子。 蓋南是阿法薩的兒子。 阿法薩是閃的兒子。 閃是羅亞的兒子。 羅亞是拉麥的兒子。 拉麥是馬土薩拉的兒子。 馬土薩拉是爾諾的兒子。 爾諾是雅列的兒子。 雅列是馬勒烈的兒子。 馬勒烈是蓋南的兒子。 蓋南是爾諾士的兒子。 爾諾士是塞特的兒子。 塞特是阿當的兒子。 阿當是上帝的兒子。 第四章。 耶穌受試探。 耶穌被聖靈充滿。 從約旦河回來。 聖靈將他引到曠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哪些日子。 沒有吃什麼。 日子滿了。 他就餓了。 魔鬼對他說。 你若是上帝的兒子。 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 耶穌回答說。 經上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魔鬼又領他上了高山。 煞時間。 把天下的萬國都只給他看。 對他說。 這一切權兵榮華。 我都要給你。 因為這原事交付我的。 我願意給誰就給誰。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這都要歸你。 耶穌說。 經上記著說。 當拜主你的上帝。 但要侍奉他。 魔鬼又領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墊頂上。 對他說。 你若是上帝的兒子。 可以從謝女跳下去。 因為經上記著說。 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耶穌對他說。 經上說。 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魔鬼用原料各樣的試探。 就暫時離開耶穌。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 他在各會堂裡教訓人。 眾人都稱讚他。 耶穌在拿撒勒傳道。 耶穌來到拿撒勒。 就是他長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規矩。 盡了會堂。 站起來要念聖經。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 他就打開。 找到一處寫著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膏稿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猜顯我。 報告被老的得釋放。 核眼的得漢見。 叫那受壓制的不自由。 報告上帝越納人的欺憐。 於是。 把書卷起來。 交還執事。 就坐下。 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穌對他們說。 今天。 謝經應驗在你門議中了。 眾人都稱讚他。 並欺其他好中所出的恩言。 又說。 這不是若失的兒子嗎?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必引這俗語向我說。 醫生。 你醫治自己吧。 我們聽見你在加伯農所行的事。 也當行在你自己家鄉裡。 又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越納的。 被鏈出城。 我對你們說實話。 當以利亞的時候。 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 遍地有大饑荒。 那時。 以色列中有許多寡婦。 以利亞並沒有奉猜往他們一個人哪裏去。 只奉猜往西頓的撒立法。 一個寡婦哪裏去。 先知以利沙的時候。 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麻風的。 但內中除了敘利亞國的乃慢。 沒有一個得結淨的。 會堂裡的人聽見這話。 都怒氣滿空。 就起來鏈他出城。 他們的城造在山上。 他們帶他到山崖。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卻從他們中間直行。 過去了。 在加伯龍趕逐烏鬼。 耶穌下到加伯龍。 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 在安息日教訓眾人。 他們肯欺其他的教訓。 因為他的華女有權兵。 在會堂裡。 有一個人。 被烏鬼的精氣負著。 大聲喊叫說。 哎! 那撒勒的耶穌。 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 你來滅我們嗎? 我知道你是誰。 乃是上帝的聖者。 耶穌摘被他說。 不要作聲。 從借人身上出來吧。 鬼把那人摔倒在眾人中間。 就出來了。 卻也沒有害他。 眾人都驚訝。 彼此對問說。 這是什麼道理呢? 因為他用權兵能力。 吩咐烏鬼。 烏鬼就出來。 於是。 耶穌的名聲。 傳遍了周圍地方。 依西門惡母。 耶穌出了會堂。 進了西門的家。 西門的惡母害熱並甚重。 有人為他求耶穌。 耶穌站在他旁邊。 聖閘那熱並。 熱就退了。 他立刻起來服侍他們。 日落的時候。 凡有病人的。 不論害什麼病。 都帶到耶穌那裡。 耶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 醫好他們。 又有鬼從好歇人身上出來。 喊著說。 你是上帝的兒子。 。 耶穌施責他們。 不許他們說話。 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基督。 天亮的時候。 耶穌出來。 走到曠野地方。 眾人去找他。 到了他那裡。 要留住他。 不要他離開他們。 但耶穌對他們說。 我也必須在別城全上帝國的福音。 因我奉差原事為此。 於是。 耶穌在加利利的國會堂傳道。 第五章。 在加利撒勒湖邊。 教訓人。 耶穌站在加利撒勒湖邊。 眾人擁擠他。 要聽上帝的道。 他見有兩隻船彎在湖邊。 打魚的人卻離開船。 使望去了。 有一隻船。 是西門的。 耶穌就上去。 請他把船撐開。 稍微離岸。 就坐下。 從船上教訓眾人。 打魚的將來得人。 講完了。 對西門說。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下網打魚。 西門說。 夫子。 我們整夜努力。 並沒有打著什麼。 但依從你的話。 我就下網。 他們下了網。 就圈著許多魚。 網險撒裂開。 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 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門比德看見。 就俯伏在耶穌室前。 說。 主啊。 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 他的伙伴西彼泰的兒子。 雅各。 約翰。 也是這樣。 耶穌對西門說。 不要怕。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了。 他們把兩隻船弄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根蟲了耶穌。 耶穌潔淨長大麻蜂的。 有一回。 耶穌在一個城裡。 有人滿身長了大麻蜂。 看見他。 就苦伏在地。 求他說。 主若肯。 必能叫我潔淨了。 耶穌伸手摸他說。 我肯。 你潔淨了罷。 大麻蜂立刻就來了他的身。 耶穌祝福他。 你切不可告訴人。 只要去把身體吸濟師擦看。 又要為你得了結證。 照摩西所吩咐的。 獻上禮物。 對眾人作證據。 但耶穌的名聲越法傳揚出去。 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到。 也指望医治他們的病。 耶穌卻退到曠野去討告。 医治坦子。 有一天。 耶穌教訓人。 有法利塞人和教法師在旁邊坐著。 他們是從加利利各鄉村和猶太, 並耶路撒冷來的。 主的能力與耶穌同在。 使他能醫治病人。 有人用玉子抬著一個坦子。 要抬進去放在耶穌面前。 卻因人多。 尋不出法子抬進去。 就想了防頂。 從瓦間把他連玉子聚到當中。 正在耶穌面前。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 就對坦子說。 你的罪謝了。 民事和法利塞人就議論說。 這說淺妄華的是誰? 除了上帝以外, 誰能謝罪呢? 耶穌知道他們所議論的。 就說。 你們心裡議論的是什麼呢? 或說。 你的罪謝了。 或說。 你起來行走。 哪一樣容易呢? 但要叫你們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謝罪的權兵。 就對坦子說。 我吩咐你起來。 拿你的玉子回家去吧。 那人當眾人面前。 立刻起來。 拿著他所討我的玉子回家去。 歸榮耀與上帝。 眾人都驚奇。 也歸榮耀與上帝。 並且滿心懼怕。 說。 我們今天看見非常的事了。 尼未被召。 這事以後。 耶穌出去。 看見一個碎尼。 名叫尼未。 坐在碎關上。 就對他說。 你跟從我來。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來。 跟從了耶穌。 尼未在自己家裡。 為耶穌大擺言直。 有許多瑞利和別人。 與他們一同坐直。 法利賽人和民事。 就向耶穌的門徒發怨言。 說。 你們為什麼和瑞利。 並醉人。 一同吃喝呢? 耶穌對他們說。 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我來。 本不是照義人悔改。 乃是照罪人悔改。 論禁食。 他們說。 若看的門徒屢次禁食祈禱。 法利賽人的門徒也是這樣。 唯獨你的門徒又吃又喝。 耶穌對他們說。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 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但日子將到。 新郎要離開他們。 哪日。 他們就禁食了。 新郎要離開他們。 新郎難合的比喻。 耶穌又設一個比喻。 對他們說。 没有人把新衣服 撕下一块来 保在旧衣服上 若是这样 就把新的撕破了 并且 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 和旧的也不相情 也没有人把新酒 装在旧皮袋里 若是这样 新酒必将皮袋裂开 酒便漏出来 皮袋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 没有人喝了陈酒 又想喝新的 他总说陈的好 第六章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从墨地经过 他的门徒 欺了墨水 用手搓着吃 有几个法利赛人说 你们为什么 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 大慰和跟从他的人 基我之事所作的事 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尽了上帝的殿 拿尘切饼吃 又给跟从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别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在安息日治病 又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 在哪里 有一个人又手枯干了 民事和法利赛人 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 要得把柄去告他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 那人就起来站着 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 在安息日行善 行恶 救命 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 对那人说 身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伏了缘 他们就满心大怒 彼此商议 怎样处置耶稣 挑选十二门徒 那时 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上帝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 挑选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仕途 这十二个人 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 叫彼得 还有他兄弟 安德烈 又有雅各和约翰 肥力和巴多罗迈 马太和多马 阿勒肥的儿子雅各 和粉瑞党的西门 雅各的儿子 犹大 和卖主的家略人犹大 耶稣和他们下了山 站在一块平地上 同站的有许多门徒 又有许多百姓 从犹太全地 和耶路撒冷 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 都要听他讲道 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还有被污鬼前磨的 也得了医治 众人都想要摸他 因为有能力 从他身上发出来 医好了他们 轮福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人为人子 恨悟你们 拒绝你们 欲骂你们 弃掉你们的名 以为是恶 你们就有福了 当那日 你们要欢喜跳跃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他们的祖宗 代先知也是这样 论和 但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你们饱足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哀动哭入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 你们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的祖宗 代价先知也是这样 论爱囚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 你们的囚敌 要爱他 恨你们的 要代他好 就助你们的 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 要为他祷告 有人打你借边的脸 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女衣也由他拿去 凡求你的 就给他 有人夺你的东西去 不用再要回来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囚借的呢 就是罪人 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囚借的呢 就是罪人 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 只望从他收回 只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囚借的呢 就是罪人 也借给罪人 要如数收回 你们倒要爱囚的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 不只望常还 你们的赏赐 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作 自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 或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遥恕人 就必梦遥恕 你们要吸引 就必有吸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声斗 连遥大案 上尖下流的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 良气量吸人 也必用什么 良气量吸你们 责人之心 责己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核子岂能领核子 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凡学成了的 不过和先生一样 为什么看见你 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借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两种果树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 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凡树木看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来 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毛花果 也不是从侄泥里摘葡萄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传的恶 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两等根基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呀 主呀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凡到我借女来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 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 盖房子 深深的滑地 把根基安在盆石上 到发败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立在盆石上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 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随即倒塔料 并且 那房子坏的狠大 第七章 自白夫掌的 伯人 耶稣对白姓 讲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尽了加白龙 有一个白夫掌 所保贵的伯人 害病快要死了 白夫掌 封闻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掌路 去求耶稣 来救他的伯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切切的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 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哪家不远 白夫掌托几个朋友 去见耶稣 对他说 主呀 不要劳动 因你到我卸下 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伯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哪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伯人说 你作这事 他就去作 耶稣听见这话 就欺其他 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 人叫拿恩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 与他同行 将近城门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借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 有城门 有城门 有城里的许多人 同着寡妇送宾 主看见那寡妇就连吻他 对他说 不要哭 于是 如时 尽前安着功 台的人就暂住了 耶稣说 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 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上帝说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又说 上帝眷顾了他的百姓 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 或周围地方 施洗约汉 差人民主 约汉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汉 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 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 说 施洗的约汉打发我们来问你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正当那时候 耶稣自好了许多有疾病的 受灾患的 被恶鬼附着的 又开恩叫好些核子能看见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看见 所听见的事告诉约汉 就是核子看见 强子行走 掌大麻风的结症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请赞施洗约汉 约汉所猜来的人寄走了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汉说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世远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丽衣服 燕落度日的人 是在皇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 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着说 我要猜显我的事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借个人 我告诉你们 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约汉的 然而 上帝国女最小的 比他还大 众百姓和须利 既受过约汉的洗 听见这话 就以上帝为意 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 没有受过约汉的洗 竟为自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 主又说 这样 我可用什么 给这世代的人呢 他们好象什么呢 好象孩童坐在街市上 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提哭 施洗的若汉来 不吃饼 不喝酒 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 也吃也喝 你们说他是贪食 好酒的人 是碎利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 都以智慧为事 有罪的女人 用香膏没煮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女去坐植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女坐植 就拿着性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靠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没上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到摸他的事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常还 债主就开恩 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借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善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的不错 爱大 赦免也大 于是 转过来向着那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尽了你的家 你没有吸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 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 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 抹我的脚 所以 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于是 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同直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和她同去的 有十二个门徒 还有被恶鬼所负 被疾病所累 已经自好的几个妇女 内中有称为 末大拉的玛利亚 曾有七个鬼 从她身上赶出来 又有希律的家宰 苦杀的妻子 约阿娜 并苏撒娜 和好歇别的妇女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 供给耶稣和门徒 杀种的比喻 当许多人聚责 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 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杀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被人浅踏 天上的飞鸟 又来吃尽了 有落在盆石上的 一出来就枯干了 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京激里的 京激一同生长 把他击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 生长起来 结实百倍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大声说 有意可停的 就应当停 解明杀种的比喻 门徒问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上帝国的傲秘 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 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 种子就是上帝的道 哪些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随后魔鬼来 从他们心里把道奪去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哪些在盆石上的 就是人听道 欢喜领受 但心中没有根 不过暂时相信 及至遇见 思念就退后了 哪落在京激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 现落击住了 便结不出成熟的子 哪落在好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 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实 没有人点灯 用器皿盖上 或放在床底下 哪是放在灯台上 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遣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 被人知道的 所以 你们应当小心 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信者皆为亲属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 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 站在外边 要见你 耶稣回答说 听了上帝之道 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了 平静 风和海 有一天 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对门徒说 我们可以到到湖那边去 他们就开了船 正行的时候 耶稣睡着了 湖上忽然起了暴风 船章满了水 甚是危险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 夫子 夫子 我们丧命了 耶稣醒了 斥扎那狂风大浪 风浪就止住 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惧怕 又稀奇 彼此说 借到底是水 他吩咐风和水 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鬼入猪群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 就是加利利的对面 耶稣上了岸 就有成旅一个被鬼附着的人 迎面而来 借个人许久不穿衣服 不住房子 只住在坟营里 他见了耶稣 就苦服在他面前 大声哭叫 说 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 从那人身上出来 原来这鬼 类似抓住他 他尝被人看守 又被铁链和脚链捆锁 他竟把锁链争断 被鬼赶到旷野去 耶稣问他说 你明叫什么 他说 我明叫群 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 鬼就要求耶稣 不要吩咐他们到毛底坑里去 哪里有一大群猪 在山上吃食 鬼要求耶稣 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准了他们 鬼就从那人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 哪群猪闯下山崖 头在狐狸掩死了 放猪的看见这事 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 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 坐在耶稣脚前 穿着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被鬼赴着的人 怎么得救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格拉森四围的人 因为害怕得狠 都求耶稣离开他们 耶稣就上船回去了 鬼所离开的那人 肯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却打发他回去 说 你回家去 传说上帝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 他就去满城里传让耶稣 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 耶稣回来的时候 众人迎接他 因为他们都等候他 有一个管会堂的 名叫艾佬 来苦福在耶稣脚前 求耶稣到他家里去 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 若有十二岁 快要死了 耶稣去的时候 众人涌极他 医患血流的女人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流 在医生手里 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 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 他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的衣上垂直 血流立刻就止住了 耶稣说 摸我的是谁 众人都不承认 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 夫子 众人涌涌擠擠 紧靠着你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我觉得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 就战战兢兢的来 腐伏在耶稣脚前 把摸他的缘故 和怎样立刻得好了 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耶稣叫艾佬的女儿 而复活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勞动夫子 耶稣听见就对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耶稣到了他的家 除了彼得 约翰 雅各 和女儿的父母 不许别人同他进去 众人都为这女儿 哀哭 除空 耶稣说 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 就痴笑耶稣 耶稣拉着他的手 呼叫说 女儿 起来吧 他的灵魂变回来 他就立刻起来了 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 他的父母惊奇得狠 耶稣祝负他们 不要把所作的事告诉人 第九章 差遣十二门徒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 权并 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由猜遣他们去宣传上帝国的道 医治病人 对他们说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拐杖 和口袋 不要带食物 和银子 也不要带两件垮子 无论进哪一家 就住在哪里 也从哪里起行 凡不接待你们的 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 要把脚上的尘土 堵下去 见证他们的不是 门徒就出去 走遍各乡 宣传福音 到处治病 分封的王希律 听见耶稣所作的一切事 就犹疑不定 因为有人说 是约翰从死里复活 又有人说 是以利亚显现 还有人说 是古时的一个先知 又活了 希律说 约翰我已经斩了 这却是什么人 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 就想要见他 吸五千人吃饱 司徒回来 将所作的事 告诉耶稣 耶稣就带他们 暗暗的离开那里 往一座城去 那城名叫白菜大 但众人知道了 就跟着他去 耶稣便接待他们 对他们讲论上帝国的道 医治哪些衰医的人 日头快要平西 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 去借宿 找吃的 因为我们借女是野地 耶稣说 你们给他们吃饱 门徒说 我们不过有五个饼 两条鱼 若不去为借许多人 买食物 就不够 那时 人数若有五千 耶稣对门徒说 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座下 每排大约五十个人 门徒就如此行 叫众人都坐下 耶稣拿着借五个饼 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抹开 帝级门徒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就吃 并且都吃饱了 把圣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庄满了十二男子 认耶稣为基督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 门徒也同他在哪里 耶稣问他们说 众人说 我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 是上帝所立的基督 耶稣切切地祝福他们 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欲言受难 又说 人只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民事弃绝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当辈十家跟从主 耶稣有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写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若赞得全世界 却丧了自己 赔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凡把我和我的道 当作可始的 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 并天赋予圣天使的荣耀里 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始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全貌就改变了 衣服结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亚两个人 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 将要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顿 既清醒了 就看见耶稣的荣光 并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 彼得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在借女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说借话的时候 有一双云彩来遮盖他们 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拣选的 你们要听他 声音注了 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 当那些日子 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 一样也不告诉人 害颠闲兵的孩子 第二天 他们下了山 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 其中有一人喊叫说 夫子 求你看顾我的儿子 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 他被鬼抓住 就忽然喊叫 鬼又叫他抽风 口中流没 并且重重的伤害他 难以离开他 我求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耶稣说 爱 借又不信 又拨茂的世代 我在你们借女 忍耐你们 要到几时呢 将你的儿子 带到借女来吧 正来的时候 鬼把他摔倒 叫他重重的抽风 耶稣就 斥扎那污鬼 把孩子 治好了 交给他父亲 众人都 差异上帝的大能 人子 将要被交 耶稣所作的一切事 众人正稀奇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把这些话 存在以中 因为人子将要被交 在人手里 他们不明白这话 意思乃是隐藏的 叫他们不能明白 他们也不敢问 这话的意思 以论 谁将为大 门徒中间 起了议论 谁将为大 耶稣看出 他们心中的议论 就领一个小孩指来 叫他站在自己旁边 对他们说 凡为我命接待 这小孩指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便为大 约翰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命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与我们 一同跟从你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撒玛利亚人 不接待主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 将到 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发事者 在他前头走 他们到了 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要为他预备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 雅各 约翰 看见了 就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 火从天上降下来 消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作的吗 耶稣转身 宅被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 是要救人的生命 说着 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人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有对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哪人说 主 用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全阳上帝国的道 又有一人说 主 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持别我家里的人 耶稣说 守抚着泥向后看的 不配尽上帝的国 第十章 主差遣七十人 这事以后 主有设立七十个人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 在他前面望自己 所有到的各城 各地方去 就对他们说 要收的庄价多 作工的人少 所以 你们当求庄价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价 你们去罢 我差你们出去 如同羊膏进入狼群 不要带前郎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 在路上 也不要问人的安 无论进哪一家 先要说 愿借一家平安 那女若有当得平安的人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必临到哪家 不然就归于你们了 你们要住在哪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得工价 是应当的 不要从借家 搬到哪家 全上帝的国 临近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对他们说 上帝的国 临近你们了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就到街上去 说 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 黏在我们的脚上 我们也当着你们拆去 虽然如此 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 临近了 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 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过拉顺呀 你有和了 白菜大呀 你有和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 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 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给你们还容易受呢 家白龙呀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推下阴间 有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 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 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 七十人回来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的回来说 主呀 因你的命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 撒旦从天上聚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权兵 可以践踏蛇和蝶子 又胜过囚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耶稣欢乐 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说 父呀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呀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是谁 除了子 和子所愿意子是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耶稣转身暗暗的对门途说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 那眼睛就有福了 我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有一个律法师 起来试探耶稣说 夫子 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 又要爱伦赦如同自己 耶稣说 你回答的事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伦赦呢 耶稣回答说 有一个人 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脱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过半死 就雕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 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未人 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 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上前拥有和走 倒在他的相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后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 拿出以前银子来 交给店主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借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 轮舍呢 他说 是连吻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马大 为是忘乱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 接他到自己家里 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马大 自后的事多 心里忘乱 就进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自后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但是 不可小的 只有一件 马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第十一章 主分人的祷告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像若汉教导他的门徒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刀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 凡愧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求则得知 耶稣又说 你们中间 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说 朋友 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 来到我借旅 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 不要搅拾我 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朋友 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辞 逼切的直求 就必起来 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尋找就尋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 就得着 尋找的 就尋见 扣门的 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作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 反吸他石头 求鱼 反拿蛇当鱼 吸他 求鸡蛋 反吸他蝎子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 吸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 吸求他的人 博到犹太人的蝉言 耶稣赶出一个 叫人瓦巴的鬼 鬼出去了 瓦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稀奇 内中却有人说 他是靠着鬼王 别西北赶鬼 又有人试探耶稣 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 便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方长 凡一家自相纷争 就必败落 若撒旦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因为你们说 我是靠着别西北赶鬼 我若靠着别西北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 又靠着谁呢 这样 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 这就是上帝的国 不同我收罪的 就是分散的 污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既寻不着 便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打掃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令大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尽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 众人中间 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怀你胎的 和与养你的有福了 耶稣说 是 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求神职的 受责备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开讲说 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他们求看神职 除了若拿的神职以外 再没有神职 给他们看 若拿怎样为 尼尼未人成了神职 人子也要照样 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职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皇 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他从地极以来 要听所罗门的 自卫 说 看 在这里有一人 比所罗门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未人 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未人听了若拿所存的 就悔改了 看呀 在这里有一人 比若拿更大 论心里的光 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 或是斗底下 总是放在灯台上 使尽来的人得见亮光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燎亮 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分化 全身就黑暗 所以 你要醒察 恐怕你里头的光 或者黑暗了 若是你全身光明 毫无黑暗 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 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法利塞人 请耶稣同他吃饭 耶稣就进去坐直 借法利塞人看见耶稣 饭前不洗手 便差异 主对他说 如今你们法利塞人 使尽杯盘的外面 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 无知的人 做外面的 不亦做里面吗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 凡物于你们就都结尽了 述说法利塞人 六和 你们法利塞人 有和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 云香 并各样菜疏 献上十分之一 那公义和爱上帝的事 反倒不行了 这愿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事不可不行的 你们法利塞人有和了 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你们的安 你们有和了 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 律法诗中 有一个回答耶稣说 夫子 你这样说 也把我们租塔了 耶稣说 你们律法师也有和了 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 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 你们有和了 因为你们收造先知的坟墓 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 可见你们祖宗所作的事 你们又证明 又喜欢 因为他们杀了先知 你们收造先知的坟墓 所以 上帝用智慧曾说 我要猜显先知和仕途 到他们那里去 有的他们要杀害 有的他们要逼白 使创世以来 所留纵先知血的罪 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就是从亚伯的血起 直到被杀在坦和殿中间 杀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你们律法师有和了 因为你们把知识的药士奪了去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阻挡他们 耶稣从那里出来 民事和法利赛人 就极力的吹逼他 引动他多说话 私下窥听 要拿他的话兵 第十二章 主警戒门徒 这时 有几万人聚集 甚至彼此浅答 耶稣开讲 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敲 就是假冒为善 掩盖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 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 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 在内室赴耳所说的 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 不能再作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 又有权定叼在地獄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五个麻雀 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上帝面前 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拒怕 你们被许多麻雀还贵重 窃毒圣灵 不得赦免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上帝的事者面前 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上帝的事者面前 也必不认他 犯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涉毒圣灵的 总不得赦免 人带你们到会堂 并官府 或有权并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怎么分数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 当说的话 警戒贪心 众人中 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 请你吩咐我的卿长 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立我作你们段时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无知的财主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掉 令盖更大的 在哪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良食和财物 然后 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作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 快乐罢 上帝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的财 在上帝面前 却不付足的 也是这样 物类衣食 耶稣有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上乌鸦 也不中 也不收 又没有仓 又没有腹 上帝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 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售数多加一刻呢 这最小的事 你们尚且不能作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劳苦 也不仿善 然而 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借花一叠呢 你们借小信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雕在奴里 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方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帮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论真财宝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 周祭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前郎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财不能跟 从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你们腰里要蓄上大 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象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现直上回来 他来到购门 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哪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叫他们坐直 自己促上带 进前至后他们 或是二更天来 或是三更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哪仆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财什么时候来 就必警醒 不容财滑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善博与恶博的报应 彼得说 主啊 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 还是为众人呢 主说 谁是哪中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你家里的人 按时分量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 看见仆人这样行 哪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你一切所有的 哪仆人若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仆人和侍女 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是神 哪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的处置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聚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又不信他的意思行 哪仆人必多受责打 唯有哪不知道的 作了当受责打的事 必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是主和不是主的纷争 我来要把火雕在地上 躺若已经着起来 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我有当受的使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你们以为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 乃是叫人纷争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 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 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父亲和儿子相争 儿子和父亲相争 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母亲相争 婆婆和媳妇相争 媳妇和婆婆相争 耶稣又对众人说 你们看见西边 起了云彩 就说 要下一阵雨 果然就有 起了南风 就说 将要燥热 也就有了 假冒为善的人 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息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審量 什么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 还在路上 无要尽力的和他了结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 官交付差役 差役把你下在监里 我告诉你 若有半文前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 第十三章 叫人悔改 正当那时 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 参集在他们祭物中的事 告诉耶稣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从前西罗亚流倒塌了 压死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哪些人 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不结实的无花果树 于是用比喻说 一个人有一伙无花果树 灾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 却找不着 就对管缘的说 看呀 我借三年 来到借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竟找不着 把他砍了吧 何必白占地土呢 管缘的说 主呀 今年且留着 等我周围挖开土 加上睡 以后若结果子便吧 不然再把他砍了 安息日 医治陀背的女人 安息日 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有一个女人 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 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 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 对他说 女人 你脱离这病了 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 他立刻直起腰来 就归荣耀与上帝 管会堂的 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 有六日应当作供 那六日之内 可以来求医 在安息日却不可 主说 假冒为善的人啊 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 不解开曹上的牛颅 牵去饮吗 方且 这女人本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 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 耶稣说这话 他的敌人都惊愤了 他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 就都欢喜了 芥菜种 和面酵的比喻 耶稣说 上帝的国 好像什么 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 种在原子里 掌大成树 天上的飞鸟 缩在他的枝上 又说 我拿什么来比上帝的国呢 好比面酵 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 值等全团都发起来 当尽窄门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有一个人问他说 主呀 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尽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 你们站在外面叩门 说 主呀 给我们开门 他就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们 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那时 你们要说 我们在你们面前吃过 喝过 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他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罢 你们要看见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和众先知 都在上帝的国里 你们却被赶到外面 在哪里必要爱酷切齿了 从东 从西 从南 从北 将有人来 在上帝的国里坐直 指示 有在后的将要在前 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探释耶路撒冷 正当那时 有几个法利菜人来对耶稣说 离开借女去罢 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耶稣说 你们去告诉哪个狐狸说 今天 明天 我赶鬼自并 第三天 我的事就成全了 虽然这样 今天 明天 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是不能的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尝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哪奉猜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象没有鸡把小鸡聚集在刺旁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方长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直等到你们说 奉主命来的 是应当清重的 第十四章 在安息日 医治障病 安息日 耶稣到一个法利塞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 他们就窥探他 在他面前 有一个患水鼓的人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塞人说 安息日治病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他们却不言语 耶稣就自好那人 叫他走了 便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 谁有牢 谁有牢 或有牛 在安息日 吊在井里 不立时拉他上来 他们不能对答这话 教训 遗客的 耶稣 耶稣见所请的客 选择首位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言直 不要坐在首位上 恐怕有给你尊贵的客 被他请来 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 朋友 请上座 那时 你在同籍的人面前 就有光彩了 因爲 因为凡志高的 必降为悲 自卑的 必升为高 教训为主的 耶稣有对请他的人说 你摆切午饭 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 弟兄 亲属 和附足的鱼舍 恐怕他们也请你 你就得了报答 你摆切盐直 都要请那贫穷的 残废的 弱腿的 核眼的 你就有福了 因爲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 到二人復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藐视救恩 同直的有一人听见这话 就对耶稣说 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 有一人摆切大盐直 请了许多客 到了坐席的时候 打法伯人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各样都齐备了 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 头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迟了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迟了 又有一个说 我才取了妻 所以不能去 那伯人回来 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 对伯人说 快出去到城里 大佳小巷 领那贫穷的 残废的 核眼的 强腿的来 伯人说 主呀 你所吩咐的 已经扮了 还有空座 主人对伯人说 你出去到路上和尼巴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得偿我的言直 当背十架 跟从主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人到我借女来 若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 不先座下算计花废 能盖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成功 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说 这个人开了功 却不能圆功 或是一个王 出去和别的王打仗 岂不先坐下着梁 能用一万兵 去的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 就趁敌人还原的时候 派侍者去求和式的条款 这样 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岩本是好的 岩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 或用在田里 或堆在分里 都不合适 只好雕在外面 有意可听的 就应当听 第十五章 主接待罪人 众谁利和罪人 都挨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民事 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和他们吃饭 失阳的比喻 耶稣就用比喻 说 你们中间 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 不把借九十九只 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的 刚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 轮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 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教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二人 欢喜更大 失钱的比喻 或是一个妇人 有十块钱 若失落一块 喜不点上灯 打掃屋子 细细的爪 直到爪着摩 爪着了 就请朋友 就请朋友 轮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落的那块钱 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上帝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浪子的比喻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哪里任意放荡 浪费之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租饥荒 就窮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充饥 也没有人吸他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借女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罢 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伯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 吸他穿 把戒指带在他子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毒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借过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 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 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 因为他得无灾无病的回来 把肥牛毒载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糕 叫我和朋友 一同快乐 但你借过儿子 和仓忌吞尽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毒 父亲对他说 而呀 你尝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你的 只是你借过兄弟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 我们你当欢喜快乐 第十六章 不义的管家 耶稣有对门徒说 有一个才主的管家 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我听见你这事怎样呢 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作管家 我将来作什么 我得多 坐地呢 无力 土贩呢 怕收 我知道怎么行 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于是 把欠他主人债的 一个一个的叫了来 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 一百石墨子 管家说 那你的帐快坐下写五十 又问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 一百石墨子 管家说 那你的帐快坐下写五十 又问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 一百石墨子 管家说 在世事之上 教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易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人在最小的事上中心 在大事上也中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宜 在大事上也不宜 倘若你们在不宜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这个爱哪个 就是众这个轻哪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 又侍奉马们 法利财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 就痴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 因为人所尊贵的 是上帝看为可憎护的 律法和先知 到若汉为止 从此上帝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天地废去 教比律法的一点 一或落空还容易 倫幽妻 凡幽妻另取的 就是犯奸淫 取被幽之妻的 也是犯奸淫 财主和拉撒路 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 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燕落 又有一个土犯的 名叫拉撒路 混身生仓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 吊下来的零碎充基 并且 狗来填他的仓 后来 那土犯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 放在阿伯拉罕的怀里 才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木远远的望见阿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就哭着说 我祖阿伯拉罕呀 可怜我罢 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量量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借火焰里 极其痛苦 阿伯拉罕说 而呀 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 他在借女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门那边 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财主说 我祖说 既是这样 求你打法拉撒路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阿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说 我祖阿伯拉罕那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 阿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第十七章 半岛人的有祸 耶稣有对门徒说 半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岛人的有祸了 就是把磨石山在这人的颈项上 雕在海里 还强强于他把这小子女的一个半岛了 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就劝戒他 他若奥悔 就遥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转说 我奥悔了 你总要遥恕他 信心的能力 试图对主说 求主加憎我们的信心 主说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戒菜种 就是对借火 喪恕说 你要拔起根来 灾在海里 他也必听从你们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 或是放羊 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 岂不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促上带子治后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伯人照所吩咐的去作 主人还借借他吗 这样 你们作完了一切 所吩咐的 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伯人 所作的 本是我们应份作的 自好十个掌大麻风的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掌大麻风的迎面而来 远远的站着 高声说 耶稣 夫子 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 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擦汗 他们去的时候就结症了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 又苦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 借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 结症了的 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那里呢 除了借爱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 就对那人说 起来走罢 你的信够了你了 上帝的国在人心里 法利塞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上帝的国来到 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 看啊 在借里 看啊 在那里 因为上帝的国 因为人只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象闪电 从天这边一闪 直到天那边 指示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罗亚的日子 罗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时候的人 又吃又喝 又娶又嫁 到罗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绝 又好象 罗亚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 又买又卖 又耕中 又盖造 到罗亚出所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流黄 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绝 人只显现的日子 也要借阳 当那日 人在房上 戏聚在屋里 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 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想 罗得的妻子 写生命 得生命 凡想要保存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丧掉生命的 必救活生命 我对你们说 当那一夜 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人在田里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门徒说 主啊 在哪里有借事呢 耶稣说 厮守在哪里 应也必聚在哪里 第十八章 切求的寡妇 和不宜的观 耶稣切一个 比喻 是要人上上 祷告 不可灰心 说 某城里 有一个观 不惧怕上帝 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 尝到他那里 说 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身冤 他多日不准 后来心里说 我须不惧怕上帝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寡妇 烦恼我 我就给他身冤 免得他上来 前望我 主说 你们听这 不疑之观 所说的话 上帝的选民 昼夜呼吁他 他纵然为他们 忍了多时 岂不忠久 给他们身冤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的 给他们身冤了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 有顺德 法利塞人 和顺利的 祷告 耶稣向那些 像着自己 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 切一个 比喻说 有两个人 上殿里 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塞人 一个是顺利 法利塞人 赞着 自言自语的 祷告说 上帝呀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 勒索 不疑 奸淫 也不像 借个碎利 我一个礼拜 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 都捐上 十分之一 那岁里远远的 站着 连举目望天 也不敢 只随着空说 上帝呀 开恩可怜 我借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借人回家去 比那人 倒算为意料 因为凡自高的 必降为悲 自卑的 必升为高 主接代小孩 有人抱着 自己的婴孩 来见耶稣 要他摸他们 门徒看见 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 说 让小孩子 到我借女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上帝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上帝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当即财宝在天上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 我该作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上帝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戒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乃人说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听见了 就说 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级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就甚丢仇 因为他很腐足 贪财的 难进天国 耶稣看见他就说 有钱财的人 进上帝的国 是何等的难呀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上帝的国 还容易呢 听见的人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上帝却能 比得说 看呀 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 跟从你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上帝的国 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 弟兄 父母 儿女 没有在今世不得白贝 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主预言 受难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 对他们说 看呀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将要被交给外帮人 他们要弃弄他 灵欲他 肚脱没在他脸上 并要鞭打他 杀害他 第三日 他要复活 这些事门徒一样 也不懂得 意思乃是隐藏的 他们不晓得 所说的是什么 使耶利哥的核子看见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核子坐在路旁 土饭 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是什么事 他们告诉他 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呀 可怜我爸 在前头走的人 就宅避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爸 耶稣站住 吩咐把他领过来 到了跟前 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作什么 他说 主呀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 够了你了 核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与上帝 众人看见这事 也赞美上帝 第十九章 谁利杀该 耶稣尽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杀该 作谁利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杀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都私下意论说 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杀该站着 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 吸穷人 我若饿渣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谢家 因为他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人指来 为要寻找 拯救失丧的人 交恩与十博的比喻 众人正在听见 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上帝的国 快要显出来 就另切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贵就往远方去 要得国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定银子 说 你们去作生意 值等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打法使者随后去说 我们不愿意借个人 作我们的王 他既得国回来 就吩咐叫那领 银子的伯人来 要知道他们作生意 赚了多少 头一个上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 已经赚了十定 主人说 汉呀 你的一定银子在借铝 我把他包在手筋里存着 我原事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 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 还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博 我要凭你的口 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 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 还要去收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带来都可以要回来呢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定来 给那有十定的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定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至于我那些囚的 不要我作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 主 骑奴 进耶路撒冷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 将近百发旗 和百大尼 在一座山名叫 橄榄山那里 就打发两个门途说 你门往对面穿紫里去 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奴躯山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 骑过的 可以解开牵来 若有人问 为什么解他 你们就说 主要用他 打发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解奴躯的时候 主人问他们说 解奴躯作什么 他们说 主要用他 他们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 搭在上面 扶着耶稣骑上 走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 铺在路上 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众门徒恩所见过的 一切异能 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上帝 说 奉主命来的王 是应当清重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中 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夫子 责被你的门徒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为耶路撒冷 爱哭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城 就为他爱哭 说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 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捉起土壘 周围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素灭你 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结正圣殿 耶稣尽了殿 赶出里头作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经上说 我的殿 必作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他成为财窩了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祭司长 和民事 与百姓的尊长 都想要杀他 但尋不出法子来 因为百姓都质疑听他 第二十章 辩驳耶稣的权柄 有一天 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 讲福音的时候 祭司长和民事并长老上前来 问他说 你告诉我们 你像着什么权柄作借些事 及你借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且告诉我 约翰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相意说 我们约翰从天上来 他必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约翰从人间来 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 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 于是回答说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像着什么权柄作借些事 凶恶缘户的比喻 耶稣就切比喻 对百姓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租给缘户 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 到了时候 打发一个伯人到园户那里去 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 园户警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又打发一个伯人去 他们也打了他 并且凌辱他 叫他空手回去 又打发第三个伯人去 他们也打伤了他 把他推出去了 原主说 我怎么办呢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者他们尊敬他 不了 原户看见他 就彼此商量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杀他罢 使产业归于我们 于是 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样处置他们呢 他要来除灭这些缘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听见的人说 这是万不可的 耶稣看着他们说 经上记着 像人所弃的石头 以作了防割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吊在那石头上的 必要跌碎 那石头吊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扎得欺烂 考研盘问 文士和祭司长 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 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 只是惧怕百姓 于是 窥探耶稣 打法奸细装作好人 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 好将他交在秦府的政权之下 奸细就问耶稣说 夫子 我们晓得你所说 所传都是正道 也不取人的外貌 乃是成城实实 全上帝的道 我们纳税给该杀 可以不可以 纳税给该杀 耶稣看出他们的鬼诈 就对他们说 哪一个银前来吸我看 这帐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该杀的 耶稣说 这样 该杀的物 当归及该杀 上帝的物 当归及上帝 他们当着百姓 在借话上得不着把柄 又弃其他的应对 就闭口无言了 杀到该人 辩驳复活之事 杀到该人常说 没有复活的事 有几个来问耶稣说 夫子 莫世为我们写着说 人若有妻 母子就死了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立后 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孩子死了 第二个 第三个 也娶过他 那七个人 都娶过他 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后来 婦人也死了 这样 当复活的时候 他是那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 都娶过他 耶稣说 这世界的人 有娶又嫁 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 与从死里 复活的人 也不娶 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 和天使一样 既是复活的人 既是复活的人 就为上帝的儿子 至于死人复活 摩西在经济篇上 称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就只是明白了 上帝 原不是死人的上帝 乃是活人的上帝 因为在他那里 人都是活的 有几个文士说 夫子 你说得好 以后 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 人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诗篇上 大卫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囚敌 作你的脚椅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有事 大卫的子孙呢 众百姓听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民事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他们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言直上的手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作狠祥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罰 第二十一章 主称赞寡妇的倦之 耶稣抬头观看 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妇里 又见一个穷寡妇 投了两个小钱 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借穷寡妇 所投的给众人还多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捐项里 但借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欲言圣殿被毁 有人谈论圣殿 是用美石和贡物装饰的 耶稣就说 轮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将来日子到了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这些事的遇受 他们问他说 夫子 什么时候有这事呢 这事将到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无我的命来 说 我是基督 又说 时候近了 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你们听见 打仗和妖乱的事 不要惊惶 因为这些事 必须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 立时就到 当时 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现 但这一切的事已先 人要下手拿住你们 逼白你们 把你们交给会堂 并且收在监里 又为我的名 拉你们到君王 诸侯面前 但这些事 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忍受艰难的 必要得救 所以 你们当立定心意 不要预先思想 怎样分数 因为我必赐你们 口才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 所敌不住 博不倒的 连你们的父母 弟兄 亲族 朋友 也要把你们交官 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然而 你们连一根头发 也必不损坏 你们尝存忍耐 就必保存灵魂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他城方长的日子近了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 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 不要进城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使经上所写的 都得应验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 和乃孩子的 有和了 因为将有大灾难 降在这地方 也有震怒 临到这百姓 他们要倒在都下 又被老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 踐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日月星辰要显出 二少 地上的邦国 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 就方方不定 天世都要震动 人想起 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云不附体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家云降临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近了 从无花果树 学比方 耶稣又切比喻对他们说 你们看无花果树 和各样的树 他发芽的时候 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 这样 你们看见这些事漸漸的成就 也该晓得上帝的国近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墟 我的话却不能废墟 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 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 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 就如同网罗忽然 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 要这样 临到全地上 一切居住的人 你们要时时警醒 上上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 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暂立在人子面前 耶稣每日 在殿里教训人 每夜出城 在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住宿 众百姓清早上圣殿 到耶稣那里 要听他讲道 第二十二章 用计杀主 随敲截 又名如如节 近了 祭司掌和民事 想法子 怎么才能杀害耶稣 是因他们拒怕百姓 犹大卖主 这时 撒旦入了那称为 家略人 有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门徒女的一个 他去和祭司掌 并守殿官商量 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欢喜 就约定 就约定 他应寻了 就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预备如月节的言直 随敲截 虽宰如月阳高的那一天到料 耶稣打法比得 若汉 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如月节的言直 好叫我们吃 他们问他说 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耶稣说 你们尽了成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 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 客房在哪里 我与门徒好在哪里 吃如月节的言直 他必只给你们摆设 整齐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哪里预备 他们去了 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如月节的言直 切立盛餐 事后到了 耶稣坐直 仕途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很愿意再受害已先 和你们吃这如月节的言直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这言直 直到成就在上帝的国内 耶稣接过杯来 捉这了 说 你们拿这个 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等上帝的国内到 又拿起饼 来足这了 就抹开地级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身药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看呀 那卖我之人的手 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 但卖人子的人有和了 他们就彼此对问 是哪一个要作借事 争论谁为大 门徒起了争论 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耶稣说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哪掌权管他们的 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借让 你们里头为大的 都要像年幼的 为首领的 都要像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 是坐直的 是服侍人的 不是坐直的大吗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磨练之中 尚和我同在的 就是你们 我将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国里 坐在我的直上吃喝 并且 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如言彼得 不认主 主又说 西门 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西你们 像西脈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止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 彼得说 主呀 我就是同你下监 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环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 不认得我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前郎 没有口袋 没有鞋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他们说 没有 耶稣说 但如今有前郎的 可以戴着 有口袋的 也可以戴着 没有刀的 要买衣服 买刀 我告诉你们 经上写着说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话必仍然在我身上 因为 那关是我的事 必然成就 他们说 主呀 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说 救了 在客西 马尼 祷告 耶稣出来 照常往 橄榄山去 门徒也 跟随他 到了 那地方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于是离开他们 若有荫一块石头那么远 跪下祷告 说 父呀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切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狠切 看诸如大血点 滴在地上 主 勉离门徒 警醒 祷告 祷告完了 就起来 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 因为忧愁 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 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道迈和足那 说话之间 来了许多人 那十二个门徒里 名叫尤大的 走在前头 就近耶稣 要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 尤大 你用亲嘴的暗号 卖人指摸 左右的人 见光景不好 就说 主啊 我们拿刀 砍可以 不可以 内中有一个人 把大祭司的 伯人 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右耳 耶稣说 到了这个地步 由他们说 就摸那人的意 把他自好了 耶稣对那些来 拿他的祭司掌 和守殿官 并掌路 说 你们带着刀棚 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 我天天 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不下手拿我 现在却是 你们的时候 黑暗掌权了 彼得三次 不认主 他们拿着耶稣 把他带到 大祭司的宅里 彼得远远的跟着 他们在远子里 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 他们中间 有一个侍女 看见彼得 坐在火光里 就定睁看他 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 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女子 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看见他 说 你也是他们一党的 彼得说 你借过人 我不是 若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 极力的说 他实在是 同那人一伙的 因为他也是 加利利人 彼得说 你借过人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 鸡就叫了 鸡就叫了 鸡转过身来 看彼得 彼得 便想起 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天 鸡叫二仙 你要三次 不认我 他就出去 痛哭 气弄耶稣 看守耶稣的人 气弄他 打他 又蒙着他的眼 问他说 你是先知 告诉我们 打你的嗜碎 他们还用 许多别的话 欲骂他 在公会前 受审 天日亮 民间的众长老 连祭司长 带民事 都聚会 把耶稣 带到他们的公会里 说 你若是基督 就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 我若问你们 你们也不回答 从今以后 人只要坐在 上帝权能的右边 他们都说 这样 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耶稣说 你们所说的是 他们说 何必再用见证呢 他亲口所说的 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第二十三章 将耶稣 戒交 彼拉多 众人都起来 把耶稣 戒到彼拉多面前 就告他说 我们见这人有 或国民 禁止纳粹给该杀 并说自己是基督 是王 彼拉多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事 彼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 我查不出 我查不出 这人有什么罪来 但他们越发 极力的说 他先说百姓 在犹太遍地传道 从加利利起 直到这女了 比拉多一听见 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 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 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 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耶稣在希律前被藐视 希律看见耶稣 就很欢喜 因为听见过他的事 狗意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祭司长和民事 都站着极力的告他 希律和他的兵丁 就藐视耶稣 弃弄他 吸他穿上华丽衣服 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 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 在那一天 就成了朋友 在比拉多前受审 比拉多全齐了祭司长 和官府 并百姓 就对他们说 你们戒借人到我借旅 说他是有惑百姓的 看呀 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 在你们面前审问他 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来 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故此我要杀打他 把他释放了 每逢借节旗 征服必须要释放一个囚犯 和他扭买 从我们的交易 和其他人 祝他们 除掉耶稣 释放巴拉巴 众人却一起哭着说 除掉这个人 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恩在成女作乱 杀人下在监女的 彼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就又劝解他们 无奈他们哭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彼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 借人作了什么恶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 所以我要扎打他 把他释放了 他们大声吹逼彼拉多 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 彼拉多借财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 杀人下在监女的释放了 把耶稣交给他们 任凭他们的意施行 任凭他们的意施行 除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 妇女们为他浩涂痛哭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 因为日子要到 人必说 不生欲的 我未曾怀胎的 未曾与养婴孩的 有福了 那时 人要向大山雪 倒在我们身上 向小山雪 遮盖我们 这些事 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 那枯干的树 将来怎么样呢 又有两个犯人 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耶稣被钉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足楼地 就在那里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下 耶稣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兵丁就连扣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痴笑他说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上帝所揀损的 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弃弄他 上前拿粗送给他喝 说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稣以上 有一个牌子 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犯人求主纪念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基兆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杂被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上帝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作的相情 但这个人 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 你要和我再乐园里了 耶稣死的景象 那时 若有五正 遍地都黑暗了 直到身初 日头变黑了 殿里的万子 从当中列为两半 耶稣大声哭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伯父长看见所成的事 就归荣耀与上帝说 这真是个义人 聚集观看的众人 见了这所成的事 都随着空回去了 还有一切与耶稣熟悉的人 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 都远远的站着 看这些事 安放在新坟墓里 有一个人名叫约失 事个已是 为人善良公义 众人所谋所为 他并没有服从 他本是犹太 阿里马太城里 素尚盼望上帝国的人 借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就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石头 作成的坟墓里 那女头从来没有撞过人 那日是预备日 安息日也快到了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 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 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 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 便遵着戒命安息了 第二十四章 从死女复活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 来到坟墓前 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差异之间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妇女们惊怕 将念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 他不再借女 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是告诉十一个仕途 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仕途的 就是末大拉的玛利亚 和约阿娜 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互现 就不相信 比德起来 跑到坟墓前 低头望旅看 见世麻布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 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耶稣与两个行路的谈论 正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以马五思 来耶路撒冷 若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预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 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念上带着受容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 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作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那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试过先知 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掌皇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戒去定了死罪 钉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 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他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说 看见了天事显然 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 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他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 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 从摩西和众先之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显现在 以马五思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仗环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候晚了 日头已经平西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直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触借了 抹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 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十一个仕途 和他们的同仁 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然复活 已经现及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 和马饼的时候 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一片 显然在耶路撒冷 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受烦 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 给他们看 他们正起得不敢信 并且稀奇 耶稣就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 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他接过来 在他们面前吃了 等候主的应许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 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 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于是 耶稣开他们的心笑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 人要奉他的名 全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成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主被带到天上 耶稣领他们到 白大尼的对面 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拜他 大大的欢喜 回耶路撒冷去 常在殿里清重上帝 对面 第一次 我让你会在天上 我来的 路撒冷的 你带到天上 就要来的 我来的 我来的 你带到天上